台湾新闻星要去哪里 干嘛啦 不要这样 吓死我了 还能去哪 亲戚 长辈 长官 這些很重要的 好 等等… 我要檢查一下 叫你台灣西門親又承認了 果然是社情狂 不是 檢查一下你送什麼 你幹嘛 哈囉 你送這麼老派的東西 好意思 難怪你沒有人緣 沒有朋友 過年一定一個人吃飯的 沒有啦 就送這些過年就是送這些 還能送什麼 沒有啦 其實就像古早味的水潤餅 或是手工的餅乾滷味 還有那種造型 很熱門的那個 還有這些東西啊 有啦 我跟你說 為了我們節目長長久久 我就帶你去找 真的喔 麻煩哪裡可以買啊 新竹啊 新竹太遠 走啊 口秋耶 你真的是太落伍了啦 都什麼時代 還在送那個什麼草莓醬 你可以追蹤一下 線下流行什麼嗎 今天小姐姐就要帶大家 到新竹朝聖一下 地表最強伴手禮 看完別客氣 你也給他加一啦 地表最強伴手禮 口感獨特 古早味水潤餅 吃法多元又新穎 想怎麼吃都過癮 新竹必吃爆漿珍珠奶茶包 年節送禮 讓你親家抓不到 新竹十大伴手禮 自製乳味SCOE 送禮送到新坎裡 軟軟綿綿 現點現做中腰包麻糬 大人小孩吃了都開心 電影必備爆米花 鐵罐吸金超殺打 過年頂嘴就選他 結合美味與藝術 蜜幼火山豆塔 讓你送禮送出新高度 往事最強伴手禮 看完立馬來加一 我跟你說 你到時候伴手禮的署名 要介紹我名字 為什麼 我帶你去買的耶 這本不是趴安的好不好 送長官禮物 我應該還有一份吧 好啊 那到時候請一起吃 過年快到了 不懂不懂感恩啊 我在幫你耶 你還不懂 他跟過年有什麼關係啊 好啊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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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出來也沒關係 不然就這樣子喔 哇 又跟過年有關係 不是啦 小姐啊 要買伴手禮跑來新竹就算了 但這附近看起來沒有商店啊 怎麼會沒有 那不是嗎 那是甘馬店啊 小姐 怎麼會有賣伴手禮啊 我不是說要買 就要買最厲害的 水潤餅有沒有吃過 沒有 那是什麼 欸 我跟你講水潤餅呢 是新竹的名餐 它只有在這邊喔 買得到才吃得到 其他鮮食都沒有辦法 這麼厲害 對啊 只有在新竹才有 對 那妳吃過喔 沒有啊 妳在銷售什麼 請問妳在銷售幾點 我就是要藉著我們節目 來好好的 然後拜訪一下它的名 大名嘛 就是 而且網友就說 這隱身餐是這個甘馬店裡面 甘馬店 甘馬店 在它裡面就有 有 沒有錯啦 就是這裡 你別看這間店 小小的就看它沒有耶 雖然走過路過經過 真的很容易錯過啦 但這裡就是新竹 僅存水潤餅專賣店喔 水潤餅由於口感軟Q 由米南話水潤水潤而得名 因為只剩這間店有在賣 甚至有網友說 下午出爐的時間還要排隊呢 謝謝喔 熱的耶 真的喔 妳自己拿 妳為什麼不自己拿 我自己拿 為什麼要拿我的 熱的 溫溫的有沒有 而且我以為它是很有重量 很紮實有沒有 它是輕輕的 而且鬆鬆的有沒有 鬆鬆的 你看 還可以捏下去 這樣它會反彈回來 而且它有一點肉桂的香味 這個伴手禮送出去會很酷喔 超酷 全台灣喔 只有這間有賣喔 只有這裡有賣喔 妳到別縣市是吃不到的喔 沒有這種東西 得意驕傲 真的 長官就會覺得 好 你為了我跑去新竹 你好優秀 夾心 它可以團購啦 它可以在你手裡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好 妳先 它很有味道耶 它也很有味道 它就是零食 因為它就是那種零嘴 古早味的零嘴 而且說實在話 它一入口的時候很吃口水 因為上面很多的那種麵粉 麵粉 可是呢 你再咀嚼一下之後 它裡面是有一點點 飽水住的喔 你咀嚼了過後 你的唾液跟它的那個麵粉 交纏在一起之後 對 甜度就出來了 我相信很多人 很怕肉桂的味道 因為它裡面是屬於比較蓬鬆的 所以不是像你吃饅頭這樣一進去 然後就是整個就是很 都是麵粉團的紮實感 而且這種麵粉做出來的東西 它居然 欸 我不需要喝水耶 不需要喝水 真的不需要喝水 而且我覺得妳應該也很喜歡 因為它的甜度是滿低的 很低 對 是有味道 但是它很低 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那種甜分很膩 不會 這很好當早餐耶 真的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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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適合當早餐耶 這水潤餅軟Q軟Q的口感 清爽的鹹甜味 再加上淡淡的肉桂香 真的有許多新竹的鄉親 是買回去當早餐吃的啦 而且你以為這水潤餅 只能這樣吃嗎 接下來好機會小姐姐 帶你吃出新滋味喔 你可以拿一蘸一點點葫蘆 豆腐乳 豆腐乳 對 而且因為它是甜鹹的餅 所以其實你應該不管 甜的鹹的家庭都滿適合的 對 好 豆腐乳 我發現啊 它是個百搭的 百搭的水潤餅 它是 因為 因為其實豆腐乳很鹹 很鹹 它很鹹 可是因為它都是麵粉嘛 然後再加上它是鬆軟的 所以它其實你在咀嚼的時候 它其實會分散掉那個豆腐乳的鹹味 然後你那個鹹味會慢慢的平衡在上面 然後可是它只要一咀嚼之後 它的它原本的香氣不管是肉桂 或者是麵粉的味道 它就會直接的跟你的豆腐乳融合在一起 對 它很像一個就是 你不管要怎麼弄它 怎麼搞它都可以的東西 那它就是一個百搭的東西 真的 要怎麼弄怎麼搞 問鬼點子最多的小姐姐就對了 包準弄的你不要不要的 欸 我說的是食物喔 這水嫩水嫩的水潤餅 搭上俘乳醬 沒想到也是意外的match 話不多說 搭碗前的立刻馬不停蹄 再來搭搭看甜的啦 馬上 我們也馬上再試試 因為我滿想知道甜的 甜的 妳要草莓還是花生 那我要草莓 哇 妳夾起來 夾起來 夾起來 欸 我覺得它比吐司更適合 真的 因為 因為它 它太好吃了 因為花生醬和草莓醬這種醬類 它是有水分的 然後吐司它比較薄 比較嫩 所以 還不好就掉 然後所以 所以你塗在吐司上面的時候 它很容易慢慢的 你知道那個麵包就扁掉了 就失去原本的麵包 那種頭鬆 它外面餅皮是偏 也不是真的很硬的那種 就是它有一層那種餅皮 所以它不會那麼容易 就是被醬然後軟化 不行 我要買個食包回家 真的 當早餐這個 所以它你就算塗上去之後 它還保有那個水潤餅的口感之外呢 你還可以吃到醬的味道 真的 這個 好棒喔 甜的鹹的醬都 原味也好好吃 好好吃喔 欸 小姐姐 不要以為我沒有看到你 偷偷把垃圾丟到火缺口袋喔 可是火缺 你怎麼沒有感覺啦 算了 別理他 這水潤餅真的是 名副其實的百搭 不管搭甜的搭鹹的 還是你要搭 下面小朋友喜歡吃的 都可以啦 還不趕快來個八九 我實在鮮 下一段沒吃過 別說你來過新竹啦 爆漿珍珠奶茶包 花生麻糬包 顛覆你對包子的想像 還有榮獲新竹十大伴手禮的 手工自製乳味 年節送禮就是要顧到你的胃 年節送禮看往時 親戚朋友歡喜吃 怎麼樣 開心 當然思想請求 來回新竹我的主場 很開心啦 你看那城隍廟裡面 以前我媽過年都會帶我來拜拜 裡面有肉圓 蚵仔煎 好多好吃 那邊有電影院 好懷念喔 肚子餓了嗎 我們今天還是有要事要辦的 我要教你怎麼做人處事 要是幫觀眾尋找最強伴手禮 你不要懈戴好不好 可是城隍廟這邊我很熟 有什麼伴手禮 城隍廟這邊有一間包子店 我跟妳說 它這個包子啊 鹹的肉包呢 都讓人家回味無窮 甜的肉包呢 吃一口 驚豔無比 等一下 伴手禮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試吃 不行啊 可以啦 可以啦 不可以吃 試吃可以啦 我們打烊了 打烊了 嘿妹 你直說嘛 本OS心裡也有很多的不滿 但本OS不說 不過小姐姐 你不要再拿火車了 不然待會兒 它那脆脆的玻璃心走心了 大家還要花時間安撫它 划不來啦 還是趕快來跟我們說這間 每個人都大包小包出來的包子店 到底有多厲害啦 LET'S GO 有沒有看到 就說可以試吃 你看人多好 他直接說 啊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啊 好像有兩個 因為我們要拍 他來跟我們吃 好辣 但我們還是一樣啦 把它幾個店裡 特別的熱門的 然後大家如果 有透色的 要團購啦 上網團購 有一個方向 我們先吃麻辣的 麻辣喔 麻辣肉包 這個上面有一個 紅點的 紅點 好吃耶 很像那隻麻辣鍋對不對 真的 而且你知道我有預想它裡面 一定會有糖 所以我剛剛吃得很小心 你看它裡面的糖 好 很優勢喔 麻辣的很過癮耶 麻辣超好吃 好過癮喔 好好吃 它麻而不辣 香味很重 重點是我這個食肉控啊 它那個辣味 我跟你講這哪叫伴手禮 這根本是一個便當啦 對不對 真的 而且你要喝湯 你可以怎樣喝 真的有喝到麻辣湯耶 我跟你說 它真的就是麻辣湯 或麻辣鍋的那種 那個肉 濃縮在這個包子裡面 好好吃喔 它就是一個麻辣鍋好嗎 它每一口味會不會 吹到你吹到肉 嗯 就算你偶爾吃到那個 外衣的時候 嗯 它裡面麻辣汁也散在外面 對 你就算不太敢吃辣 它也非常OK 我覺得它是偏舒服的 好吃的 很香 外衣 就是那個外皮 而且那個麻辣 散在那個包子 分布得很均勻 對 這個 當早餐 中餐正餐 沒有問題 真的不管你想拿來當早中晚餐 還是宵夜都可以 歌頌的不只是伴手禮 是一個 這顆在地人技推 一定要買的麻辣肉包 從咬下的第一口開始 源源不絕的麻辣香氣 還有Q彈的外衣 加上扎實的肉餡 不說還以為在吃麻辣鍋 而且吃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湯汁 一不小心就會把你弄濕喔 再來 首次在我們節目曝光的 花生麻辣 不好意思喔 這五十二點還賣完了 賣完了 賣完了 太快了吧 我們是以前有預訂的 可是我覺得很酷的是 它外衣是用芝麻 對 芝麻花生那很大 芝麻花生很大 他們原來就是芝麻花生 聽起來又很喜氣 過年才會吃的東西 真的 來 好香喔 那個花生香 真的 好香喔 它外衣用芝麻 我覺得太酷了 太酷了 因為外衣這樣呈現 那種灰色黑點的時候 吃進去那個芝麻香先來 然後再來裡面的那個 花生顆粒 然後跟那個麻糬 這種彈性 那個Q度 味道真的是一等一 沒話說啊 你知道就是 那個花生香 大家都就很有名 大家就 無用置疑 它花生的味道 我現在大家都有吃過 它的花生香是非常濃郁 非常香的那種 可是因為這個花生醬 要多一點口感 我們比較喜歡 對 它可以 除了有一點花生 可能花生沙 所以它吃得到 花生的那個香氣之外呢 你在咀嚼的時候 因為它麵皮是芝麻嘛 然後那個麵粉香 芝麻香 淡淡的 就開始跟花生醬開始 柔酷 你們現在是要發射螺旋環了嗎 小心別砸到路人 不過就像兩位說的 這花生麻糬包 外皮的芝麻香氣 內餡竟然是軟軟的起伯 還加了那最有名濃郁的 花生醬 三種尬在一起 這樣的人間美味 我以後吃不到 怎麼辦 哇 竟然還有更厲害的 女生更愛的 女生更愛 珍珠奶茶 什麼 這東西也可以做糕子 真的 好酷喔 這就是珍珠奶茶對不對 我剛剛有點飲料嗎 這可以擦吸管喝吧 可以 這可以擦吸管喝耶 我要吃了 我要再加便宜杯 那個什麼 麵香綠茶 加椰果 謝謝 好吃耶 對啊 很好吃耶 這個非常好吃 我跟你講 妳剛剛講的日本人 如果現在沒有疫情的話 會被買爆 會被買爆 因為妳光打上珍珠奶茶 包在包子裡 然後 妳會認為它是黑糖包 Sorry 它是珍珠奶茶包 它整個就是珍珠奶茶 妳可以看到它的質地 是比較濃稠的 它是把它做成醬的樣子 這是奶茶喔 這不是花生醬 這個是奶茶喔 對 可是它雖然濃郁 那個奶香很濃郁 可是那個茶香沒有被蓋過去 沒錯 它的珍珠是大珍珠 大珍珠 不是 小珍珠 厲害… 很貴啊 這個當伴手禮超新穎超帥的 這當伴手禮 不管是誰 因為又稀奇又好玩對不對 稀奇好玩 這間包子店真的是沒有極限 自從我吃了珍珠奶茶包之後 頭腦變得靈活好多 考試都得100分 這爆漿珍珠奶茶包 外衣使用特殊的紅茶麵皮 而內心選用伯爵紅茶當基底 最後再加入邪惡的黑糖珍珠 下次我要帶吸管來吸這個包子 衝特寫喔 這塊皮有胸部大 包子 而且你看它側面有多厚 身體會怎樣啊 你一定要講說 塊皮胸部大嗎 不是 因為它很紮實你知道 這樣子好紮實 你現在要我用什麼心情 拿著這個包子 我要怎麼拿 不然會剪掉 你不要剪耶 不會 我也用 欸 我覺得新竹的伴手禮 真的很厲害耶 難怪地表最強啊 當然 所以這個節目 我是企劃 妳剛剛還想當導演對不對 對啊 給我一個鏡頭就吃飯了 又中間 真的不要浪費時間把它做後製 我知道妳有心情 真的 不要浪費時間 幹嘛這樣 不過是啦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要帶妳去吃的這一間 好 是不是 我跟妳說 它一週只開兩天 兩天啊 而且其中一天還只開幾小時而已 這個消到不行耶 今天有開嗎 有啊 新一四三星期五 今天有開耶 OK啊 又有開 那賣什麼呢 賣全手工自製的滷味 滷味不要開玩笑 滷味可以當伴手禮 可以啊 你們要去 要遜喔 難怪人緣不好 這裡啊 你們兩個不要再倒退個了 都超過了 還沒發現這間店就在身邊 是說這間隱身民宅 主打素食滷味 可是入選過新竹十大伴手禮喔 網路人氣居高不下的名店啊 嚴選過的食材 就是要妳吃得健康又安心 趕快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滷味 那麼的厲害啊 隱身民宅 因為它可能就是 家庭小工廠 對 但是這種地方 你看 它就是這種滷味 然後它可以當伴手禮啊 可以啊 你看它真空包裝一包一包的 這怎麼不能當伴手禮 而且它是蔬食耶 我們來試試好不好 好啊 你看你想要用隔水加熱也可以 微波一下也可以 而且這個你就算不加熱 你冷的吃也都可以 對…也都可以 豆干 很好吃耶 好好吃喔 我大概是我吃過 滷最深的滷味 對 它深到一個 直接穿透過去 再穿透回來那種 對 就是它的辣也很有 滿辣的可是 對 它有一點點微辣 它微辣 然後可是它又有點甜味 它那個滷蛋滷到那個皮啊 是有點微脆的 對 我剛剛單吃蛋黃 都有滷汁的味道 你如果不吃皮 單吃蛋黃 都有滷 而且它的蛋黃 不是那種沙沙或是 會很乾的 因為它已經滷到裡面了 所以它蛋黃其實是有水分的 對 但我覺得很特別是這個香菇頭耶 就是超像肉的耶 我無肉不 反而吃起來很有那種 而且它一絲一絲的 對 很像雞肉 我覺得很好吃耶 很好吃 你有時候你不想吃飯 不想吃麵 這種澱粉類 你只是想吃一點小點 對 這不是很想吃 我很常吃一點小點 然後就打發一餐 它那邊是口感很強的 它咬進去之後 它裡面滷得滿深的 而且 有彈性的那種 你要咬下去之後 你要加一點小力氣 你才能把它咀嚼掉 難怪有網友說 他們覺得它的那個綜合乳味啊 它不可以 它一個人吃掉兩包 可以 而且這超下飯的 這綜合乳味一看就知道 我邊寫OS 一下我就可以玩吃三包啦 瞧它那滷到透過去 又穿回來的色澤 不論是豆干鳥蛋還是香菇頭 要是你們沒帶回來給我吃 我真的會很難受香菇啦 不過 這間不是主打素食滷味嗎 居然還有公保雞丁 那如果像 我很喜歡吃肉的話 對 然後 可是又必須要蔬食 它有出這種 公保雞丁 這種通常他們會做素肉 那種素肉是不是通常都是大豆做的 豆製品 豆製品 豆製品或者是杏鮑菇 菇類 可是它這個應該是豆製品 現在素食其實在全世界非常的夯 流行 這雞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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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進去的口感超級像耶 一模一樣 它那個連味道都香 就是牛肉丁 好像雞肉喔 很像雞肉 有沒有 我現在吃了四五塊之後 你一起舉絕手 你大概知道的是 它不是真的完全雞肉 對 但是 很OK啊 你不跟我說它是豆製品 老實說我可能也不會講太多 因為可能很多人 不太吃素的話 那如果你味道夠重 或是那個味道夠下飯 它其實 它整個包覆住你原本 覺得不是 不是肉的東西 對 那你這樣子 你的腦袋就會被洗腦 想說 這東西是肉 然後很好吃 結果可以一直把它翻 而且沒有 像它這種滷味 我覺得吃的就是它的乳工啊 就是味道很深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很死鮮 你可以吃進去 你先吃到那個薑香味之後 對 然後那個滷這個甜味 就開始慢慢的出來 然後你再咀嚼那個 尾肌肉的口感 跟飽吉利的口感 然後辣味就出來了 它是有層次的這種口味 不是 不是單一的種 如果你吃素啊 或是想要 慢慢吃素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從這種 可能口味比較重的蔬食 開始下手 然後你這樣子的話 你接受度也會比較高 因為它的公薄肌肉 肉質真的超像雞肉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送人超棒的 很適合 所以 不管你喜歡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實用 我們半熟禮 也是要照顧素食的朋友 素食的 真的 我們全年明晨 都照顧素食 小姐姐真的是太周到了 沒錯啦 如果你身邊有吃素的親戚朋友 想送你卻苦無對策 這家滷味絕對是你的首選啦 而且除了綜合滷味之外 還有根本就是宮寶雞丁的宮寶雞丁 還有這個外型超像大理石的芝麻流沙包 除了那大理石一般的外皮令人驚艷 一口咬下那奔騰而出的芝麻流沙餡料 飯後甜點來上一顆 真的太滿足了 難怪網友狂推猛劍啦 Oh my God Oh my God 等等又是一個滿滿餡料的超夯伴手禮啦 綁成中藥包的麻糬 肯定你沒看過 待會告訴你藥包裡面賣什麼料 口味多樣爆米花 動漫鐵罐超吸睛超下趴 連結淋嘴吃不停 往時美食好過癮啊 怎麼樣 身體怎麼樣 過胖 短固醇過高 挺吸順摔腰 是 我都出去戶外走走耶 阿伯 還好是陽光射走 而且我不是阿伯 重點是有救嘛 拿去 來… 四碗水煎成一碗又小夥伴煮 不過… 不過什麼… 有什麼想吃的趕快去吃啦 我真的挺鬆啦 而且哪裡來的重要包啊 這不是重要啦 這是現在新竹很夯的桃 一個够伴手禮 它裡面是我最愛吃的 蛤蜀啊 這裡面是麻糬 是啊 真的假的啦 是不是很可愛 真的… 是賣麻糬的嗎 麻糬大顆 可以喔 很多種口味 這個送出去可愛又好吃喔 日式小店 很不錯喔 趕快… 小姐姐你也講快一點 原來是陽光攝取不足啊 還好就會以為是什麼影集要被揭曉了 嚇得她小小的心額 扑通扑通的亂跳呢 不過這間在新竹超夯的日式小店 居然把麻糬包得像中藥包一樣 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趕快來瞧瞧藥包裡賣的是什麼料喔 你好 歡迎大家收看五點半的新奇高峰會 我是主持人李 我是…好奇惠 你不喜歡坐在這邊 很像什麼 高峰會喔 談話性節目 要聊品條 我們這次來到日本的那個 特別來介紹他們 Yamata的那種非常有名的 麻糬 對 麻糬です 麻糬です 有什麼口味呢 有什麼口味呢 有芋頭 芋頭 大甲的芋頭 台灣大甲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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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厲害 對…而且他們家很特別 都用白… 台東食尚的米做… 麻糬的外皮 外皮 就做成糯米 然後再餐糯米 那個紫米 所以他們家都是紫米的 好好吃 我第一次吃到 非常好吃 餡料比外皮多的 真的 包餡料理 它完完整整 結結實實地把那個大甲芋頭 塞滿它的肚子的 你看它沒有氣縫 對 它塞滿麻糬的肚子 然後你看它的皮有多薄 所以它很軟綿 它包覆的時候 它的皮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薄 那又有塗黃豆粉 黃豆粉本身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黃豆粉又會去掉一點 那個甜膩的感覺 所以你吃進去之後 它整個麻糬的甜度 大概三分左右 它大甲芋頭 就是這麼的迷人你知道嗎 綿密 很綿密 很甜順 然後就是它 老芋頭香氣很汁 對 它芋頭本身甜味 就這樣這麼簡單 而且我好喜歡日本麻糬 就是它不會那麼的囉嗦 你知道嗎 就是說咬不斷 然後拉很長 對 它 而且你這樣拉了之後 它還會恢復到原本的 就是很Q很綿 很Q很綿 不是 很Q很彈 很彈啦 但是它不像那個客家麻糬 這麼的結實 然後那個延展性很長 就是必須要拉很長 而且甚至可能會很黏洋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麻糬皮是紫米的 我們剛剛就是有講過 對啊 因為我覺得紫米 它自己特殊的香氣很棒 我們之前介紹那個麻糬店 它是不是有用紫米 我們就很喜歡那個紫米的香氣 有… 它是用紫米嗎 它有紫米有抹茶 對 但是那是比較客家一點 那個是比較客家的 對… 這個就是偏的非常的日式 就是那種 很像小學生回到家裡 日本人下午一定要有下午茶飯 弄兩個小盤子 然後一個熱茶 有沒有 熱茶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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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好想要開動啦 這個令芋頭控門 為之瘋狂的芋頭大福 裡面滿得像懷胎十月的大甲芋頭 芋泥跟芋頭塊 膠織出的絕美口感 搭配紫米外皮的香氣 軟綿又富有嚼勁 連不太敢吃芋頭的本OS 都忍不住口水直流啦 我跟你講 對 它們芋頭皮也沒有多熱 整個 它就是紫米 就只有一種 但裡面口味很棒 裡面口味很多 這個好冰喔 很冰 超級冰 而且它比較大顆 對 就是那個手感 你可以感覺出來比較大顆 好冰喔 為什麼 是冰淇淋麻糬嗎 是蜂蜜乳酪 蛤 蜂蜜瓜乳酪 對 還有蜂蜜乳酪 好酷喔 很酷 那我要吃了 來喔 這個很正點耶 它是不是有加點檸檬啦 有 有吧 有檸檬對不對 有 因為它有那個酸的感覺 檸檬酸對不對 我很愛 因為我聽到蜂蜜乳酪 我就在想說 那應該會比較甜一點 沒有喔 它的酸度很明顯 然後很順 外面這層是乳酪吧 外面這層是乳酪 對 那這個呢 餅乾 餅乾啊 餅乾啊 好 放個餅乾在裡面 所以 它有一種夾心 夾心的感覺 而且它的餅乾不是有那種 必須要花氣力的 它一樣是綿的 只是它沒有那麼 它沒有那個乳酪那麼的綿密 它的餅乾 在裡面敗你的餃子 對啊 它吃起來比較像是 吐司嗎 不是 我們不是有那個乳酪球嗎 它吃起來像那個乳酪球的口感 這個裡面吃起來那個乳酪 很像冰淇淋 很像冰淇淋 因為我以為是把整個乳酪蛋糕 包在裡面 但是不是 它是有點乳酪醬 乳酪 米 乳酪泥 米的感覺 然後冰淨過後 然後算是重乳酪 因為它味道比 比較重不是輕乳酪這樣 我覺得鮮 鋪上來的是檸檬的酸度 可是那個酸度是很舒服 不是那種好酸的那種感覺 是舒服的酸 然後慢慢開始那個乳酪的鹹味 出來了 然後最後才是蜂蜜的那個 淡淡的甜味 甜味 對 它是有甜中厚的 它裡面還放餅乾 我真的覺得是很豐富 增加口感 對… 我覺得乳酪口味是那種 當然小孩都會喜歡的 因為小孩子就喜歡那種 冰淇淋的感覺 然後它的味道又是那種 酸酸甜甜比較大人的感覺 真的耶 這酸酸甜甜的感覺 真是像極了愛情 蜂蜜生乳酪大福 內餡味道濃郁的生乳酪 冰冰涼涼微酸微甜的口感 搭配著蜂蜜淡淡的香氣 多種層次的味道堆疊上去 大口咬下 就像談了一場 轟轟烈烈的戀愛一般 讓你心裡小路亂撞 那… 再來這個就是我自己私心挑的 蛤… 美少女口味 聽說也不錯啊 生巧克力 啊… 我好喜歡喔 真的… 它也是偏大顆 是 它外觀其實都是長得一樣 主要是內餡 內餡 對 美 美 我好喜歡這個 很大人版耶 很大人版耶 熟男… 熟男巧克力 它數大概有到75… 70%以上的巧克力 有… 它就是苦甜得很深 它巧克力那種尾韻拉得很長 你知道嗎 然後還有那個… 它裡面有那個蘸果類杏仁 好吃耶 老闆或者店員喔 他們一定是偏愛有口感的 你看剛剛那個… 那個生乳酪 他喜歡加餅乾 裡面放餅乾 這裡硬是要放一個那個… 他們跟我們一樣 喜歡口感的東西 口感 沒錯 這個口… 春巧克力口味呢 它是裡裡外外都非常的一致 它相互… 相互互印 相互互印的 對 因為從黃豆粉沒有甜味 然後到紫米的那個香味 米香味 然後到生巧克力的那個苦甜味 對 它不是那種 我們所知道的甜點 好像就一定要那種很甜 就甜的或是酸的 它本來是種一個苦系的甜點 帶一點甜味 真的 它完全讓中年男子體會到 那種人生的人情冷暖 你知道嗎 誰欺負你 也不是欺負就是… 我幫你出頭啊 我幫你跟董事長告狀 人生四十了之後 你會碰到很多進退兩難啦 家庭所事啦 那這個巧克力它就把你的人生 說明了一切 哥吃的不是巧克力 哥吃的是… 中年 這間店的麻糬 怎麼可以如此挑動人的情緒 以下令人陷入熱戀 以下又讓人感嘆人生 客官們真的要親自來品嘗品嘗啊 不對喔 你剛剛那些伴手禮厲害歸厲害 但是好像都送大人的耶 突然咧 為什麼日本人送大人啊 不是 你想想看 有些長官他都小孩 把小孩搞定了 大人就滿意啊 對 你剛剛好像沒有錯耶 對不對 真不愧是出社會打滾四十年 老奸巨華的男子 什麼老奸巨華 是用心用心好嗎 那不然這樣好了 最近網路上有一個爆紅的 那個爆米花筒 它都會跟一些動漫做結合 它有最新的鬼面之人 大人 小孩都超喜歡的 聽說就在心裡 你告訴我 我不會不知道什麼是爆米花筒 你是說那種像乖乖怎麼樣 什麼 就是我們那個年代不是有那種 所以看你同樣年道菜 不知道什麼紅色的乖乖筒 小姐姐 你露餡了喔 連乖乖筒有紅色的都知道 那就代表真的跟火雀 差不多年代出生啦 不過沒關係 你看起來比較像他子女 觀眾都知道 OK的 接下來這間真的是不得流啊 不得了啊 除了多種口味的爆米花 外裝的鐵罐真的是老少嫌疑 不管大人 小孩 一定來都要瘋掉啦 這些超瘋的 瘋狂啦 這探之狼鬼滅之刃啦 什麼最紅的 全台灣有誰不知道要鬼滅 彌豆子啊 彌豆子 各個柱有沒有 各個柱 我覺得這一段有很多老人家 或者就是會聽不懂 我們在說什麼 或是沒有看漫畫的人 這個太瘋了 我先不管它裡面是什麼 我就會想買一桶 會 對 因為這個 你不管裡面是什麼 可是這個桶子就可以留下來 當擺飾 放在那邊這樣子 就很過癮 再來就是這個 這誰不知道 我看有點年紀也知道吧 這是什麼啊 就你看合資國的部分啦 然後還有 這個是剛從那個兩年之後有沒有 然後還有一開始初始版 全都有耶 真的 真的 這些版權也不少錢耶 真的 這些版權真的不少錢 而且重點是喔 這個東西小朋友拿到滿意了 長官就開心了 來啦 我們就用 從最紅的挑來吃好不好 好啊… 焦糖 哇 焦糖 顏色好漂亮喔 有香味… 焦糖的香氣有了 我懂… 我懂 除了外型 當然是第一眼的感覺 我覺得爆米花很重要 你有沒有去吃 不管是電影院的或哪裡的 嗯 爆米花常常會沒有糖精在外面 然後它是比較偏軟的 那吃了會生氣 我真的會生氣 就是你咬下去會 欸… 好像… 好像又痕的就會化掉 不會 可是它每一塊喔 我真的隨便吃 焦糖很均勻 嗯 每一個口感都很脆 嗯 然後散布得很剛好 再來一次 不甜 我說的不甜是說 因為焦糖會比較重甜一點 對 但它的焦糖控制得比較 中等 大概五分… 五六分 五六分甜 五六分甜 就是以焦糖來說是五六分 對 嗯 很OK 而且它不會有軟軟的感覺 而且它這裡面 我現在目前都沒有看到 就是它有一些沒爆開都沒有 沒有… 它幾乎就是全部爆開 不會讓你就是遇到那種沒爆開的 它的品管做得非常好 對 它的焦糖香氣非常的足夠 嗯 很棒 然後我喜歡它爆米花它的口感 酥脆你知道 我跟妳說爆米花 你看 你爆米花你吃你還可以聽到這樣 它有那種聲音耶 就吃起來很像 很不像在吃爆米花 我們接下來五秒不要講話 好啊 你們就都不要講話啊 然後大家就要轉台了 收視率掉下去 就是你們這五秒害的啦 如果你們沒幫我外帶 我就要跟長官講 我長久以來 串位計畫總算要實現了 看你們咬得這麼大聲 就知道焦糖的糖衣有多脆啦 想必吃起來一定是唇齒留香 久久揮之不去啊 讚喔 欸這一個 我滿喜歡這一個的耶 這一個是巧達耶 黃巧達 對 也是他們 鹹的部分 他們最熱賣是這個 是巧達 對 巧達 甜鹹的 這個好可愛喔 對啊 來 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做得很用心耶 而且我跟你講 你做在鐵桶上面 比做在什麼紙上啊 或者什麼 你會來就想 鐵桶上面不會糊掉 對 然後你會比較想來收藏 而且它可以當置物的東西 就是置物的小盒子 他可以 小朋友你喜歡 花盆啊 放在上面可以 對… 我覺得什麼造型都可以 來 哎唷 巧達 我覺得它很像 鹹起司 對 那種起司粉 像不是有一個 叫巧達濃湯嗎 就是那個感覺 我知道 它那個外面啊 它鹹甜的 鹹味比較多一點 鹹味比較多嗎 鹹香味比較重一點 但是它甜味是好像 爆米花原本該自己的甜味 但是淡淡的 可是它在這個鹹甜之間 我覺得比焦糖更耐吃跟順口 很奇妙 就是它每一種口味 就很像我們剛剛前面街上的滷味 它把它滷得很深那種感覺 你的意思是說 不管是焦糖的 不管是黃 對 它都把那一些味道 散在很平均 很平均 很平均之外 然後你整顆爆米花 有裡到外 你都是充滿了那個味道 這個當伴手的 一定可以收服長官的小孩 也可以說 甚至可以收服長官 真的 因為現在滾麵 現在是不分大人小孩 都在看 真的 絕對可以收服 你看我年過四十 也愛得要命 就絕對是你了 黃巧達 沒錯啦 就像是滷味一般 由內到外都包覆著 滿滿滿滿滿的 巧達起司粉 還有那酥酥脆脆的口感 再搭上今年最夯的潮流動漫 外型又那麼小趴的爆米花 年節送禮 選這種大人小孩都喜歡的零嘴 肯定能收服小朋友 孩子開心 長官更開心了 老闆 幫我宅配二十個仙 它還有曲奇餅 Snooby的曲奇餅 好可愛 超可愛的 太可愛了吧 而且 但是我 這邊就放了一個Snooby大的 那個扛棒有沒有 有 這個超可愛 超可愛的 手工餅乾好棒 好棒喔 那你選一個口味 我們一人吃一個 對 它就是吃起來很酥 它感覺是很多的那種 巧克力組合在一起 對… 當你一咬開的時候 它就整個 就散在你嘴巴角落 散得動掉了 然後它味道 我覺得滿濃烈的 因為我是吃奶油口味 然後它整個都是奶香味 然後就是充滿著你的嘴巴 而且我這個巧克力 是%數比較高的 它就是比較苦甜一點點 苦味多一點點 然後甜味比較少 比較沒那麼油 對 而且比較好吃 它比較健康 這個的大小剛剛好 你送人真的很棒 送人 然後精巧精緻又可愛 真的假的好可愛喔 這個 對 我嘴巴都奶香味 這好適合來一杯英式下午茶 小胡適 你的手手在幹嘛 給我交出來 沒想到這間 除了多樣的口味爆米花之外 連這種萬惡 臨嘴 曲奇餅 都有我的老天鵝啊 而且完全不用親自跑一趟 在家下單就能到貨 還在想年節要送什麼的 你還不買爆它 千萬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 最後要帶各位來看 結合美感與美味的超狂禮盒 就是要讓你送你送出新高度 旁人看的好羨慕 好羨慕 重要的日子終於要來了 很多東西也該定下來了 是…你也老大不小了 他是在往人生下一個階段去的 對啊 真的要好好決定一下 對啊 對… 我跟你講 多少錢啊 168 168 好不好 那沒關係 紅包來就好了 你不用來了 什麼啦 你在說什麼紅包啦 你不是說訂一訂就要嫁了 我恭喜你啊 不是啦 我是說過年要到了 這個大日子啊 我要訂一家厲害的手工餅乾啊 所以最後一家店 你要介紹手工餅乾啊 是啊 不然呢 你不是要結婚喔 不是要結婚 我跟你講這家手工餅乾 在網路上超好 你不早點來很難搶到耶 我覺得當然你知道 借著節目 一定要來好好的給他訂下去 對 雖然他有喜餅啦 那你就順便看一看 那你要出錢嗎 不要 我也不願意啦 節目幫我吃 拍個結婚本 我也OK喔 到時候小姐姐喜宴 也別忘了炸我一下 我可以去幫她當司儀 相信本OS一定可以勝任的啦 不愧是小姐姐耶 找到這家在網路人氣居高不下的 法式手工餅乾 除了手工製作的東西 除了喜餅很討喜外 近年推出的新年禮盒 更是賣到炸裂啊 趕快… 我已經等不及要四次啦 小姐 我跟妳介紹喔 我跟妳講這一款啊 是我們中司最熱賣的 是… 買單… OK是不是 幫我洽那個 妳很喜氣 妳過年送 這種紅喔 就叫做… 時尚紅 應該是質感 質感喔 它比較… 有點像莫蘭迪那種 有點灰紅… 對 又不會那種很… 那種大紅 對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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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這是他們的金色年華 金色年華 五種餅乾… 而且這五種啊 有跟他們討論過 幾乎都是他們的經典 但是東西好不好吃 要…要評估 要評審一下 有沒有… 來… 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喔 奶油box 奶油盒 對 奶油巴克斯 欸… 我們一起講裡面是什麼 妳要講哪一個 三個字… 好… 3…2…3 土鳳梨 土鳳梨 對吧 有土鳳梨 它是… 它是以一個 土鳳梨酥的概念去做的 對 而且… 土鳳梨最… 最妙的就是說 它沒有那麼甜 我跟你講我… 它酸度比較棒 對 超愛那個酸度的 而且… 我…我愛酸的人啊 所以就是… 土鳳梨就是要吃那種微酸的感覺 而且台灣的土鳳梨啊 我覺得做這個餡非常棒 因為你咬下去之後 土鳳梨的酸先出來了 然後… 微微那種酸甜的滋味 再來 還有一個 它有混藝的牛軋在裡面 你知道嗎 這個牛軋味也是奶油耶 但是我覺得它牛軋很… 很綿 淡淡的很綿 但是它含到味道 然後交錯著跟那個土鳳梨的酸甜在一起 它的酸度也是剛剛好 讓你能嘗到那個酸味、甜味 但是它不會 就是…就像我們講的 現在常常大家都不會做得過甜的 對… 它不是… 現在人不會喜歡這樣子 不會啊 但是你很多東西很淡雅 都提到、都點到 讓你吃到很豐富 口感又有 這個奶油box 使用日本紫羅蘭麵粉揉製 中間包覆著香濃又不黏牙的 法式牛軋糖 在fit紐西蘭頂級奶油 而裡面最精華的地方 就是自家熬煮的土鳳梨醬 嚴選的食材就是要你在家裡 也能享受這歐洲宮廷般的美味 真的是太超級、太銷魂了 它叫做蜜柚火山豆腐 找資料的時候 看照片就在流口水 看起來 非常多的果仁在上面 我喜歡 我覺得這個 好迷人 我中間這個也是牛軋糖 牛軋糖 我跟你講我好愛… 因為它這個牛軋糖比剛剛的box更多 對 然後它更咬得到那個牛軋糖的那種 那種咀嚼感 雖然我不喜歡很硬 對 一樣我覺得他們家的 不是走比較硬的那種牛軋糖 然後牛軋的香氣我覺得淡淡的很棒 我喜歡這種感覺 重點是它那個蜜柚的味道 你咬下去就聞得到了 然後它的那個焦糖 會一點點點綴在上面 我覺得這整個最棒的就是 它的層次是一層一層的 對 外層的那個底部的塔皮 很脆很酥 然後再來就是裡面有牛軋 然後裡面有那些果仁 果仁那個咔嚼咔嚼的口感很過癮 除了蜜柚之外呢 它還有用到一些果乾 有一些酸甜的果 還有一些瓜子 酸酸的果乾 去做那個味覺上面的點綴 點綴 所以整體吃起來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會把 拿捏那個鹹甜 然後拿捏那個鹹酸 它在那個 它在這中間裡面玩 對 所有東西都 可是所有東西也都有 這火山豆塔 光是視覺上的衝擊 就已經很美麗了 拜託也玩弄一下我的味覺 請 滿滿的堅果塔 香氣濃郁 再來點蔓越莓果乾 畫龍點睛 整口咬下 卡滋卡滋的感覺 就是這麼的過癮 这来自益次元的手工饼干 送出去整个走路都有风 龙娟风 再来 我觉得最后一个 既然它牛肝 它这么软的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 紫苏夹心饼 他们很会用一些不同的水果 或是不同的 紫苏是那个 类似 紫苏叶 对 你看嘛 它是不是对它的牛肝 非常地有信心 你知道我超爱这个饼干的 之前这饼干刚推出的时候 就是 减肥用 不是不是 这个紫苏饼 然后葱饼刚推出的时候 不是就那一家吗 很大的那一家 我知道 然后我们家住在他们家工厂 真的假的 可以直接去工厂买 有比较便宜吗 有比较便宜 然后工厂 对 然后我买回来之后 我真的爱上了 好喜欢这个紫苏饼干 这个 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我最爱这个 这个太好吃了 这种饼干礼盒 没有 我跟你讲 好不像一般的饼干礼盒 这个东西是经过计算的 你知道吗 它牛肝糖的比例 他们当初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想了很久要放多少 然后搭配那个紫苏的咸 这紫苏饼干的咸香 我好喜欢喔 它的咸很平均的在 淡咸 对 淡咸 很平均的在饼干上面 可是它的咸香气很棒 味道也很棒 那咬下去之后 你马上接种而来 是那一个 牛肝糖你知道吗 它牛肝糖真的属于比较 软绵的 牛肝糖吗 它的延展性比较软绵 你看 比较软绵有没有 你看起来好像 年薪很强的 没有 它吃到嘴巴里面 很好入口 完全没有黏牙 你唇齿的温度 就可以很轻易地把它 融化掉 然后再来是 它外面那个饼干就是 很脆有没有 然后里面那个牛肝糖 绵密绵密 那搭配口感也棒 咸香甜也配合得恰到好处 真的是配合得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啊 这浓郁不黏牙的牛肝糖 是他们起家的经典商品 搭配酥脆扎实的饼干 一口咬下 仿佛时间都暂停了 这么经典的味道 绝对值得你送给重要的亲戚朋友啦 今天地表最强伴手礼 不但有颜值 还有真材实料 看完是不是 已经开始要加一啦 记得把它收藏入带 今年送礼 就是要送的 新奇有趣 好吃又好玩 本OS也要赶快来去加一啦 新奇往事 咱们下次见咯 See you